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咱们继续来看Hustler超高额的精彩集锦 那先来看本期视频的第一手牌 老Mike拿到一手AK Bronbara拿到A勾啊 三败做到两千 老Mike AK仅仅是个跟注吗 而Dylan这边口袋圈一旦推出四败 不知道老Mike会如何应对啊 推了个7500 Bronbara秒缝 老Mike最差应该也是个跟注啊 甚至推回五败都有可能 这手牌会不会翻钱直接干光呢 今天晚上Dylan运气超好 真得躲着他点 Dylan几乎保持着百分之百买牌的成功率 反正他走到最后基本都赢了 老Mike反手一个跟注 还是决定要稳一点 感觉Dylan排可能有点强 翻牌没K 看老Mike能不能看到转牌吧 打肯定是打不了了 直接过 Dylan超对下注 这牌面太舒服了 8000 下注半持 老Mike想了想 算了 不就是一手AK吗 Dylan还在赢 平常都是他先输光回家 今天怎么 一反常态了 来看这一手牌 翻钱底吃只有2600 大家牌都一般 没人加注 翻牌二三十两张梅花 Henry拿到铜花听牌 在前卫开了一项 零人姐中二 老Mike一个卡顺听牌 看起来都不太想走 Mike跟了 Dylan中牌 什么Dylan 零人姐中牌 自然也会跟注 转牌 一张草花 零人姐 A2两对 老Mike顶对 Henry 第二纳斯 这牌Henry爽了 前卫先手过牌 他希望别人能开一枪 零人姐要不要打 还是小心点 比较好 人比较多 鬼知道会不会 谁手里捏了两张草花 你是5000 零人姐打了3000 他希望能留下一张A4 希望单张草花的都可以走 Henry跟注 Henry还在藏 一拜子一颗 老Mike还不想放弃 穿了件BOSS的T恤 跟注的底气都足了 合牌 合牌 黑桃石 牌面出了个攻队 口袋二 口袋三将会成为致命的杀手 Henry先手过牌 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希望别人还能再开一枪 老Mike有摆牌价值 过了 零姐 两对被淹掉 自然也是不敢打了 两对一旦被淹掉 踢脚那就是致命伤 接着来看这手牌 上来就是TWICE 老Mike拿到一手A圈 手里只剩8000多了 全部推出来 L今天晚上才大气粗 面前摆了10万的筹码 A圈对上A钩 老Mike胜算还是不错的 牌力也是压制了对手 两次发牌 这提示框好像有点问题 好 编辑紧急撤回了一条消息 咱们什么也看不见了 猜的挺准嘛 L神 第一次发牌应该是都没中队 你切个镜头也行啊 让我们看什么呢 行 导播听到了我远在几万公里以外的呼唤 第一次发牌 老Mike稳稳的拿下 完了 这技术问题挺烦人的 好 第二次发牌 一张A4两张6 这难道是个平分面 再发点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雅K什么的 真平分了 合牌 这也行 L神活了下来 好 咱们接着往下看 老Mike也是不喜欢打短码 重新补了筹码 补到了五万 翻牌圈四七两张梅花 翻前是老Mike的家住 哎呀 这老Mike拿了AK总是不中牌 林儿姐这边卡顺听牌 林儿姐也过 孩儿们一对酒被盖了帽子呢 也过 多人持 大家都还是选择了求稳 转排一张老K 老Mike的K到了 顶对顶踢在手 Mike可以下注了 有圈的肯定会乖乖支付的 六千的持 Mike打了三千 一二三 三千四 半持 林儿姐没有着急过牌 这是在和老Mike抢鱿鱼吗 林儿姐尝试着用这手三五啊 去操作对手 但是老Mike这回可是拿到好牌了 他想着我一个家住啊 如果老Mike手里是一手一圈啊 什么圈石这种啊 肯定是吃不动我这一枪的 可是老Mike马上用行动 打破了对方的质疑 虽然我老 但不代表我弱 老Mike跟住 也基本跟林儿姐摊牌了 我有牌 你就别搞我了 最终和牌黑桃八 这是一个后门的童画面 转牌林儿姐已经花了一万一 老Mike后手两万九 一个满持左右 林儿姐是有操作的空间的 就看他赶不赶打了 果然林儿姐没着急盖牌 由于游戏害死人 当然这手牌输赢还不好说 最终林儿姐推了出来 演一个后门的童画面是没问题的 就看对手信不信了 林儿姐想故作轻松啊 问老Mike你有什么牌 老Mike亮一张 那为了公平起见 你是不是也得亮一张呢 林儿姐是真亮不了 这种情况下 有牌没牌都不可能亮任何一张牌给对手的 你要是铜花 你是希望对手跟住的 你不是希望对手盖牌 你有黑桃 你不会亮 你没有黑桃 你就更亮不了了 勾巴黑桃 林儿姐说 这黑桃巴都在底下了 老Mike你要不要想想你在说什么 老Mike觉得林儿姐是有可能拿到了一手黑桃牌的 这手牌我要输了 我就不玩了 一个漂亮的跟住 八万八的底诗 老Mike成功拿下 慌得很呢 接着来看这手牌 专卫的林儿姐 六九杂色 夹住做到两千五 本来以为能都挤走的 但是运气不好啊 林儿姐 Jungle拿到一手好牌 这还是在low这位 这样的话 Jungle等于是先手凭抠肉吃的 埋伏了林儿姐一手 怎么判断呢 对手是在强行挤压我 还是真有好牌 在藏着打呢 林儿姐又要做这种选择了 这手69没着急盖牌 林儿姐 你可别太冲动了 哎呦 四百推出来了 坏了坏了坏了 Jungle反手一旦跟住啊 这牌林儿姐就难打了 四百做到一万七 咱是走个形势呢 还是来个痛快的 排不错啊 林儿姐 四百推我是吧 扣得K扣得A Jungle问了问林儿姐 后手的筹码量 怎么 难不成 要推O in吗 看起来Jungle已经做好了 跟对手 大战三百回合的准备啊 推出O in 但没想到林儿姐 根本就是只只捞 跑得可快了 来看这手牌 林儿姐 专位 八九杂色 加住一枪 Bronbola枪口尾拿到一对9 这牌翻前 竟然不去做三败啊 翻牌667 老麦克拿到三条6 林儿姐打了多少 林儿姐打了2500 我听着怎么是 4500呢 林儿姐拿到一个 双头顺的听牌 下住半池 Bronbola超对9 直接加住 哎呦 老麦克心说了 怎么着你们 一个比一个厉害是吧 推三败应该是没必要的 直接跟下来 或许还有惊喜 推三败 估计都得跑啊 口袋9 可能都得跑 还是决定 要再打吗 第11万2 老麦克加住到了15000 好了 这基本告诉对手 我有6了 又是个攻对面啊 按说买花的 也不会说这么激进 对吧 老麦克说的话 一般人还是要信一下的 老爷子很少去投机 来看这一手牌 翻前没人加住 底池只有1300 但是有6个人 Henry拿到一手八钩杂色 处在后尾 翻牌49k 两张红桃 大家都没什么好牌 Bronballa有一个顶盾 但是多人池里顶盾踢脚又差 这牌也翻不出多大浪花来 No way 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了 很好奇啊 能不能切个场外 翻后 灵人姐看到一个下注 两个跟注啊 直接用圈石做了反加 出什么大事了 Bronballa中K跟注 Dangerman中9也没走 这牌哥我 我要是一对9啊 我应该就走了 转牌一张红心A4 好 这张A4一出啊 灵人姐还能下注 灵人姐是真不怕吃到家注啊 而看到这张A4呢 有K的已经跑了 灵人姐这就是在赌啊 赌对手也没牌 而对手恰好没牌 剩下Jungle一个人 要让灵人姐得逞了吗 Jungle没走 Jungle觉得 灵人姐有K应该是会过牌的 而最终合牌竟然又是张9啊 这简直是雪中送炭 灵人姐圈嗨 好像是不得不下注的 他肯定是要当Jungle有一对K来处理了 再来上一枪了 几十一万一 灵人姐合牌打了七千 这七千肯定是打水漂了 Jungle最差也是个跟注啊 甚至再加注都有可能 对手有A4有K是吧 都有可能会支付 唯独一手铜花 可能性不是很高 拿到铜花转牌 大概率是要过牌的 处在后卫 合牌等着别人先打呗 是吧 最终Jungle合牌选择 选择加注啊 游戏结束了 继续来看这手牌 老迈克这open拉的有点高 老Francisco拿到一手69黑桃盖掉了 还得是灵人姐猛啊 灵人姐位置不错 但是牌也是肉眼可见的小 而且这花色也壮了 哇 可翻牌K圈四三张黑桃 哎呦 那个没入池的胆小鬼 后悔不后悔 排面贼黑 两个人牌都挺红啊 直接全过了 转排一张六 老迈克还在敲桌子 好 行动到灵人姐这卡住了 灵人姐忍不了了 一直不打是吧 就等着我来 这位置优势体现的淋漓尽致 体现的零零尽致 打一枪 底是六千 灵人姐把自己小额的筹码 差不多全丢出去了 Francisco此时此刻心里在喊 老迈克跟住 跟住 跟住 让我看看你们的牌 迈克老爷子有一个卡顺听牌 但这是个铜花面 卡顺听牌是一点都不像 哎 Francisco的心在低血呀 我跟得动了 你不跟 我跟得动了 来看这手牌 Bronbola A狗杂色 小猫卫加住 1200 老迈克拿到一手K6红桃 哈瑞四十草花 今天晚上那种大牌撞大牌啊 非常的少啊 翻牌K圈八 给了Bronbola一个顺着听牌 顶对 迈克踢脚很差 直接过 哈瑞后卫打了一枪 大概一算啊 底池有5000 自己花上个差不多3000到5000 能收获一个15000左右的底池 好像还可以 只不过 哈瑞能如愿吗 转牌草花6 老迈克拿到K6两对 这下哈瑞随便怎么努力啊 他也赢不了了 第二枪 9000的婆打了5000 这老迈克一看你就没牌 这翻前那么怂啊 这翻后听了宽朗开枪 最大也就是手石钩 没别的 老迈克继续跟住 怎么办 合牌有本事 推啊 最终合牌一张八 老迈克这有点郁闷啊 自己K6两对 直接溜一对被淹掉了 不过考虑到哈瑞没牌的概率 我觉得麦克可能 还是会跟住合牌 哈瑞第三条街的下注 当然前提是哈瑞还敢打 演一张八是很困难的 你不可能拿张八 连开两枪对吧 最终合牌 哈瑞还是动手了 两万的婆 合牌哈瑞打了16000 打的相当的重啊 偷鸡的痕迹很明显 小伙子 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都多 想偷我还是太嫩了点吧 老迈克最终跟了下来 接着往下看 翻前 灵儿姐加注 A十方片 Race到了3000 3400 Jungle二八草花 Jungle是加注了吗 Jungle丢出了一颗5000 我看到了 甚至不止一颗5000 两颗啊 三败做到了一万一 你跟灵儿姐打牌 还是用好牌吧 这种牌 容易被灵儿姐一棍子打死 灵儿姐一旦跟住啊 又或者推个什么四败回来啊 和灵儿姐玩牌其实真的不难 就拿好牌赢她就完事了 老想操作她 可不好操作了 之前有个姓高的 不对 名字叫高的 除了她以外 我觉得灵儿姐头应该是最铁的 好 朋友们 来看今晚直播的最后一手牌了 海瑞拿到一对八 面对灵儿姐做了三败 灵儿姐拿到比口袋石更大的对子啊 她就没盖掉过 灵儿姐反手跟住 位置比较差 打翻后 单挑 翻牌 开门一张石 大开门 两张石 好家伙 四条石 完了 这手牌还是海瑞选择灵打的 这海瑞硬着头皮 也带上啊 好在ABB面 她肯定想啊 万一灵儿姐是一手什么 不行 A圈怎么办呢 不能打太重了 这一枪不能超过3000 看灵儿姐能不能忍得住吧 灵儿姐要是能忍两条街 忍不过两条街 感觉甚至看不到转排的 check race了 翻牌估计就是个check race了 这是直接奔着 要哈利命去的 这一枪一旦哈利跟了 那转排那一枪啊 必给你打套池 怎么办 换你你的一对八 你走不走 哈利竟然不走 哈利觉得灵儿姐没牌 所以才加注 好好好 有牌没牌 老娘让你瞧瞧 而一旦哈利选择了跟住啊 灵儿姐肯定会当对手 有权来操作了 应该是扛不到合牌了 转排还能打得动 就代表了灵儿姐是真的有牌了 不会过牌的 灵儿姐的性格不太喜欢埋伏 她喜欢主动 或许在咱们看来啊 其实过牌更好 但灵儿姐一心只想做大敌吃 好 朋友们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敢 敢跟住吗 哈利 行吧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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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生气 估计 G 表示 K Linglin dropped 143k I'm Charlie Wilmoth Thanks so much for hanging out with me On Hustler Casino Live